词曲 李宗盛 从看不惯你都变清晰 想在历史记忆 刻下我的印记 要用多少力气 爱才能被允许 我们的手分开的前行 要多久才能变紧迷 你看见面的流星 来自最遥远起立 找寻了几个世纪 却如此坚定不应 以星星的命运 许下了决心 你是最美的秘密 变成身边的流星 守护你所有真心 不怕路途的远距 我会降落你心底 曾经有你一起 交换回忆 变成不甘的约定 恶望 恶望 aqui 你 wszystko 找我 对了 架了没有 我还点回去 这也可 可以 是吗 你用过吗 有 有 啊 接个人说 似乎 你试试吧 衔衡 啊 喝点 这个 这个吗 不知道这个孩子 还没听 对 买的 买的买的买的买 是谁说了不再吃普华视频的 不吃就不吃 谢谢 谢谢 你好 韩先生 今天又来陪太太逛超市啊 你们可真恩爱啊 一定很幸福喽 谢谢啊 不客气 vớiち Gefühl Tucker 是请韩先生 你 Bobby 掃断 Gear 这一家 不是 就是 我 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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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术成功的话 他的失忆症可能会好转 但是也不排除 他会忘记所有的记忆 当然脑部手术 会有比较大的风险 请家属慎重考虑 可爱 你醒了 感觉怎么样 还是疼疼 没关系的啊 医生说了 你好好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医生每次都这么说 远斌 我不想总是卧在房间里 我们出去散散心好不好 好 等你出了院 我会带你出去散心 好 嗯 我带你出去散心 我带你出去散心 你开玩笑 我带你大人 尝尽 有什么事啊 我带你去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曲 杨茜茜 作曲 杨茜茜 看什么呢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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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找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半年了 感到快乐和满足的竟然只有我自己 可 为了你 我可以放弃所有朋友和整个世界 只剩你一个就够了 而你呢 在你的世界里 能不能装下一个我 我不甘心 真的不甘心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你又要出现来 打破我所有的美好 我不敢让你得仇 绝不能 我可以不甘心 我可以不甘心 你真的想着 你平时 我可以不甘心 我可以不甘心 !". 白柳医生 是我 我之前给可爱预约的这手术 我想退遲一段时间 放心 我这次一定会抱紧你 再也不会放开你的手了 这一天又是一无所乎 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跑这一天 比我拍戏还累呢 我这不关我身体累 关键是我心累啊 还挺佩服你的啊 这半年可以忍受着每一次的失望 其实已经习惯了 但只要想起过去那些美好 好像就没那么失望 你这心态真是比以前好多了 值得表扬 不过我相信 总有一天 你们会再相遇的 可爱 你等着我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我会想着呢 先看我 你还没想到有什么事 我会想到你 你会想到你 那我会想到你 你还没想到我 我会想到你 我会想到你 可爱 这些 就是我这段时间 最想跟你说的话 我也不知道 这段时间我到底怎么了 我总感觉我要失去你 所以特别地敏感 特别地紧张 你不知道吧 咱们一起生活的这半年 其实是我人生中 最珍贵 也是最开心的半年 每天我早上醒来睁开眼 就看到你的笑容 我觉得心里特别地踏实 觉得就拥有了 整个世界的美好 我真的希望 我每天 都能跟你一起过着 这样简单开心的日子 互相依靠 互相温暖 比赛 我真的想去 你太多了 就会让我来 这就是我的天 这样子 我都想到你 我都想到你 来 可爱 嫁给我 让我照顾你一辈子好吗 可爱 嫁给我好吗 嫁给我好吗 元斌 你先起来吧 元斌 元斌 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我也知道 这半年 是你一直陪在我的身边守护着我 虽然以前的事情我都想不起来了 但是我相信 以前你肯定也对我很好 可是你知道的 我现在除了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是一个没有记忆的人 我现在每天 每天都会失眠 经常做噩梦 我觉得很害怕 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 元斌 我不想这么着急 要不 等我身体再恢复一些 再说这件事吧 你看 你看 我们现在这样生活 不是也挺好的吗 你先起来吧 地上梁 好吧 好吧 既然这样 我就等你恢复 可爱 你到底在哪里 可爱 就算一辈子再也找不到你 至少那些回忆 会永远属于我 好 那个画面 那个人 是元斌吗 为什么我会觉得不像呢 那种感觉 和我和元斌在一起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 你 是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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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在找我吗 韩元斌 你能不能不要总是这样跟着我呀 可爱 我只是担心你 我只是 你只是害怕失去我是吗 够了 我已经不想再听到你说这样的话了 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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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斌 我想跟你聊聊 远斌 这段日子以来 我们争吵变得越来越多 我觉得是时候 应该心平气和地谈一谈了 的确 这段时间 我们缺少沟通 我是真的不想跟你吵架 我也是真的不想让你不开心的 远斌 我想听你跟我说一句实话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根本就不希望我回复记忆 或者说你根本就不希望我跟外界有任何的联系 不是可爱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你不要怪我太一心了 半年了 你说过会带我把记忆找回来的 可是半年已经过去了 我还是什么都没有想起来呀 我没有记忆 我所有知道的 听到的都来源于你 远斌 一开始 一开始我觉得这是因为你对我太关心了 可后来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过的根本就不是正常人该过的生活 可爱 我真的是出于想保护你的目的 我真的受不了你出门之后 受一点点的危险 可爱 那种差点失去一次的感觉 你没有体会过 我不想再体会了 是啊 这次 我做得的确特别过分 但是你要相信我是真的出于保护你的目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可以理解你想要保护我 不想我被任何人伤害的心情 但是也请你理解理解我好吗 我只是 我只是想要最基本的自由 至少让我活得像个普通人一样行吗 我怕 看 这天主啊 你到底在害怕什么呀 你告诉我 看 再给我一点时间吧 让我一个人讲讲 好好的考虑一下 我答应你 我会给你一个答案的 好吧 我回房间了 我希望 不管你在害怕什么 都不要隐瞒我 都不要隐瞒我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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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 干什么呢 赶快吃饭 吃饭真不专心 等会儿 等会儿找完这个 找什么呢 其实我一直在想 找一个不是旅游区的雨林 在那儿造一个小木屋 小木屋 是啊 其实 我在国内 就有一个小木屋 一个人不开心的时候 就会去那儿 也是在那儿认识的可爱 我们一起看星星聊星室 我们最开始交心的地方 就是在那儿 其实 我也就剩下那些回忆了 所以 我一定要留住他们 留住所有属于我们的记忆 我帮你找吧 你 当然了 我这人脉总比你广吧 这回行了吧 可以好好吃饭了吧 要是不好好吃饭的话 我就不帮你了 好 吃饭 谢谢 谢谢 开安 开安 我想跟你好好谈谈 如果是之前的事情的话 就不用谈了 远斌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我现在只想要过一个正常的 普通人该过的生活 我真的不想要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不是吧 不是吧 可爱 难道这半年我一直给你做的这些 你心里一点感受都没有吗 有 我当然有感受 远斌 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我也知道你真的很爱我 可是 可是你知不知道你的爱对我来说是一种负担 它让我很压抑 我真的不想要再这样下去了 不是 可爱 你听我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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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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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爱 没事儿 没事儿 可爱 没事儿的 可爱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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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那时做手术都无法解决马小姐的问题了 好 医生 那我再好好想想吧 好 尽快做决定 另外 从今天起 千万不要刺激她的情绪 否则会造成很危险的情况 记得了 谢谢了 可爱 我相信你一定会没事的 你一定会好的 你一定会好的 这不需要我干吗 真不用了 这是我跟可爱共同的回忆 我必须要亲手还原她 才才会想起我来 还是把我当外人了 没劲啊 我说啊 这可爱上辈子是修了什么福啊 怎么遇见你这么个傻小子啊 你又不是她 你说说你啊 一个大明星有这么多粉丝爱你 你还不知足啊 我跟你说啊 我今天还是担心了 多惨啊 那还不是因为你太挑了 行了 行了 不给你拼了 我还要保护你 我跟你说啊 这个花儿 别再摆在那边 来来来 大小姐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你真的 你 你别添乱情吗 你就在这儿坐了 我谢谢你啊 下雨晓 我只是说如果啊 如果要是她 一辈子都不记得你 或者是 你们永远都没见到 你会怎么办 啊 这里是我和可爱的一切 我相信 她一定会记起来的 也对 有希望 总比失望要好 看来 我得帮忙帮到底 你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啊 你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啊 我呢 想发一条微博 就是告诉呢 我想组织一些同学聚会 然后再让所有的记者 帮我一起推销宣传 我想不管可爱是在泰国 还是在其他的地方 这有一天 她一定会看到这条信息 你有这个办法 你怎么早晚告诉我呀 我这不才想到呢 我告诉你啊 这希望越大 失望可就越大 可别抱着太大的希望 你放心吧 这都已经过了半年了 我都已经习惯了 不过 还是要谢谢你 行了啊 好好干活吧 咱们先走了 同学聚会 我要是跟袁冰说了 他肯定就不让我去 来 可 你这是去干嘛 我 我肚子饿了 我想吃东西 你饿了 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这样 我就给你找吃的 顺便给你热一下 你最喜欢的牛奶 好 来 坐下 等一会儿就行了啊 来咯 可爱 吃点来咯 可爱 吃点来咯 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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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哪儿啊 去哪儿都行 只要不待在这儿 可爱 可爱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要去同学会啊 对 我就是要去同学会 我看过陆震震的推特了 我们也是同班同学 一声 你想去的话 我陪你一起去好吗 陪我 陪我陪我陪我 你每次都这么说 袁冰 我真的受够了 你知不知道 每次不管去哪里 你都说你要陪着我 这种感觉真的很不好 这半年一直都是这么过的 你知不知道你每次这么说 我都感觉好像是被你囚禁了一样 你有什么可爱 你囚禁 难道你觉得我的爱 都是囚禁对吗 我 并且你从来都没相信过我 你一而再再而三了 我告诉你了 不要再去找陆震震了 你为什么还要去找你当下 干什么呀可 为什么每次听到陆震震 你都要这么凶呢 是我不相信你还是你不相信的 我只是想要去一个同学聚会而已 为什么我不可以自己去呢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 如果陆震震真的像你说得那么坏的话 她为什么要一直找我呢 还是说 是你根本就不想让我见到她 袁冰 你到底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呀 凯儿 你别走 啊不是 凯儿 有没有伤到啊 拿起来看 凯儿 可爱 就算我求你了 你看这儿这么片 你一个人出去我真不放心 你先跟我回家好不好 袁冰 我也求求你了 不要再这样跟着我了 如果你真的还在意我 在意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的话 让我一个人进一进 我求你不要再跟着我了 可爱 等等我 你说谁是小朋友呢 没超过一米六的都是小朋友 谁没超过一米六了 我一米六一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罗索 忍了吧 话还多 什么 在第一次遇见你 我还装得很聪明 虽然心灵有些感应 也放弃 帮你去跑圈 我为什么要去跑圈啊 因为我是你 老板 留下匆忙的照应 但被自已孤独的旅行 去碰到你 你干嘛啊 我听别人说 就是想家的时候 特别需要一个拥抱 还有就是 头疼的时候 好啊 我相信你 加油 太阳模糊我直线 原来你也在我身边 在风险 两个心疯都改变 你觉得幸福吗 我挺幸福的呀 因为 慢慢不需要等待 可能再不求未来 爱真的需要很多意外 才能够有机会告白 我的天空突然落下 这脆弱的雪花 飘在我心上 和我一起融化 狼狈不堪的人 在孤独的分岔 口无挣扎 很快到终点了 能让你停下吗 该怎么说 才靠近我 我们之间 永远留下空格 也许我们是乘客 需要慢慢去懂得 爱像你搬成土列车 危险时候互相拉扯 没有终点的乘客 提前离开的太多 如果 如果拥挤任意快乐 遗忘寂寞的时刻 有谁等敢诉说 该怎么说 才靠近我 我们之间 永远留下空格 也许我们是乘客 也许我们是乘客 需要慢慢去懂得 爱像你搬成土列车 危险时候互相拉扯 曾经窗外的景色 如今只有我不舍 说过永远却走散了 发现剩下我一个 对着空气诉说